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母亲的离开 只有45岁的 即使呢一无所有也细笑颜开的 给了两个孩子无尽的爱的 对生活永远充满希望和快乐的妈妈 永远的离开了 抽走了谢丽生活的主线 她找不到方向 所以呢开始挥霍生命 故事开始在一段语无伦次的喘息声 没错一个女人正在爬山 她的名字叫做谢丽 她正在坐着一个满是碎石的危险高山上 脱了鞋子和袜子 露出了一只翻了指甲的脚 看着就觉得很疼 她的脚趾头整块指甲不小心全翻了 所以呢她现在要做的就是 把整块指甲拔出来 以免伤口感染 用力一拔 疼得她在地上翻来覆去 一个不小心 竟然把脱下的鞋子撞倒了 一直滚到了山下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是祸不单行啊 本来脚就受伤了 现在连鞋子也没得穿 气得她把另一只鞋也扔了下去 谢丽此行是为了自我救赎 学辈也来到这里玩荒野求生了 这个地方呢名叫PCT 全长4265公里 走完全程呢需要五个月左右 毫无经验的她 背上和她一样中的行囊 就这样一个人出发了 第一天来到这里便是倒霉的开头 脚受伤了 鞋子丢了 帐篷不会搭 到处呢是响尾蛇 汽油灌出问题不会休 每天只能吃冷水泡玉米片 没多久就淡尽粮绝了 好在呢遇到了一个善良的大叔 补充好必需品后 谢丽呢没有放弃 继续出发找寻内心 旅途中她又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 有同样目的女士 又不会解决问题的小孩 也遇到了自己不怀好意的人 最后呢成功的穿越了荒漠 也穿越了自己的内心 人生不也就是这样吗 不断的遇到问题 你躲避了只能更弱小 你突破了就会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好了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